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王先生 王大律師 王大律師 你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聽到姚哥先吸氣就行了 幹嘛 你上個禮拜去哪裡 放四天連假嘛 帶小孩出去走走 當媽媽 當媽媽去了 其實放假很辛苦耶 反而更累 比上班更累 因為小孩子就說 媽媽你要帶我去哪裡 要開始思考 然後要出去都是走路嘛 走路其實比上班還累啊 真的喔 我發現每次休息其實都比上班 那你帶小孩子去玩之後 你們去吃什麼 通常 小孩子喜歡吃 找一些 素食店 沒有 很少 你不給他吃素食 以前是一個禮拜讓他吃一次 現在他吃久了 他也發現不好吃 所以他就開始吃 真的 你小孩子 他就喜歡想要吃 吃比較什麼小火鍋啊 哎呦 哎呦 那你小孩子的品味還不錯 因為很多父母親都小孩子都喜歡去吃什麼 素食店 炸雞排 對 或什麼對不對 漢堡 小的時候還是會 四年級應該覺得 應該可能 因為他同學說他太胖了 所以他減肥 哦 是因為胖的關係嘛 那胖的事情呢 你就問瘦藥藥就對了 就知道了 但是 雞排這件事情 現在炸雞排 可能大家會吃得毛毛了 心裡面毛毛了 其實雞都有 其實後來發現炸雞這些都會吃到皮嘛 皮裡面其實有很多的那個脂肪 我們可能孩子們 他最喜歡不是裡面的肉 是那個皮 對 然後油油的這樣子 要吃起來酥酥脆脆香香的 其實現在吃這個 雞你幾乎是每天大概都有機會吃到 要嘛吃 中午吃便當 那個炸雞排便當 雞排雞腿 不然的話就是雞蛋 對不對 對 那現在咧 今天要談什麼 情流感 這個情流感 是不是煮熟了呢 然後呢 就不會有這個病毒的傳染 這個是 這不在我們今天討論的範圍之內 因為我們兩個都不是在外面的專家 但是我今天要談的是說 這一波的情流感 竟然可以隱瞞了那麼那麼久的時間 那麼久的時間 然後呢 今天雖然就是說那個誰 防疫 防檢局的局長 許天萊 他雖然請辭下台 也準了 可是 有人 有人竟然他的長官還說 哇 不錯 你真有擔當 真有Guts的意思 這樣子 這樣子還要被黑漏 我真的覺得 嗯 這個 雖然不可以整個都歸給馬政府 但是 不歸給馬政府 還歸給誰 他就要蓋瓜承受嘛 今天我想來請教你就是 這種官員的心態喔 讓我覺得 像不像那個 馬基歐世界裡面的那個警官的心態 人家都把證據送到你的桌上了喔 你還把他壓著 把他抽屜 把他抽屜 或像這一個 他還跟他還跟對方講說 欸 把那個那個誰 那個導演啊 紀錄片的導演叫李慧仁 就這一次呢 他不斷在揭發這個事情的 這個導演 追了五六年 對 他把那個死機的檢體寄到這個 防檢局去 他竟然被退回 然後呢 那個把甚至那個 這個死機場的那個GPS坐標 給防檢局 防檢局 啊你這地點不明確 欸你是這樣在玩政府的 欸 玩政府啊 這個話出自於我們的官員的嘴巴裡面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們的民眾啊很可愛 這麼熱心 這麼去關心大家的公共環境的衛生 那我們的官員主管的業務 業務主管的官員的心態 竟然是這樣 來來來 身為民意代表的黃珊珊 請告訴我 這個這個心態 為什麼到現在還有啊還存在啊 其實這個心態應該是自古到今沒有消失過 可是越來越少了吧 我覺得應該越來越少才對啊 應該在民主程序過程裡面 其實應該是要更進步的 是 可是相對的喔 我自己在當民意代表就發現其實 欸我們民主選舉很多很多年了嘛 其實沒有換的其實就是官僚 對 也就是說你政黨都可以換 對 總統、部長、院長都可以換 黨主席什麼政務官都在換 但是這些事務官是 不換的 就是他永遠是那個官 所以他們的心態開始 我覺得一開始反而你說極權時代喔 那官員還不敢這樣 你記得嗎 蔣經國時代你哪一個做不好 彈頭的 對隨便你跟人家隨便應酬他可能 因為他他有他他可能說他獨裁好了 對極權 但是他用他的方式來管你 你反而不敢這樣 是 那這些官員應該是說 從以前到現在 我覺得大部分的官員還是 有一份責任感跟使命感 反而去當官官嘛 因為他很累耶 是啊 然後但是相對的是說 他當到一定的階層 就像那個局長 因為底下的人 像我們上次的那個獸化劑 其實是一個檢驗師 很認真的把報告寫出來 是 那如果像他們這種心態的話 就這麼嚴重 影響這麼大 不要講 不要講 最好 就是他這個心態就是 他知道有問題 可是他覺得 啊 死太嚴重 我可能處理不了 所以不要講他了 你講的 就算證據擺在我眼前 我當時沒看見 那 當然現在情流感 你說他到底影響 其實他是機支的 之間的傳染 但是他將來 因為香港廣東那邊 其實情流感 這幾年都有很嚴重的影響 東南亞 越南 印尼 都因為有情流感的傳染 而造成人的死亡 所以你根本不清楚他的一些狀況 而我們 就像現在 你說他的整個主管的房檢 這麼重要的官的單位 然後加上說 你看現在大家炒美牛好了 其實重點就是我們到底在吃什麼 是 那我們那個官員 包括現在炒美牛 然後每天去抓 還有瘦肉精的牛 你可能 你跟我都吃過了 所以 這個才是我們民眾覺得害怕的地方 所以官僚的心態 我覺得你也很難改啊 除非說 你真的是來個大破大力 或者是 大家願意 真的把這個東西 當成一個使命感 否則 可是這個官僚公僕 做完他的事 他幹嘛多做一點 薪水也沒有比較多 哇這種心態 我們真的要這樣忍受嗎 我們當 這個人民 這些政治人物 這是我們選出來的 那你們選出來 你們拼了這些官 這些官 當局長 他坐在那個位置 那我們 我們是 我們是做了什麼 讓你們要這樣來對待我們 我們人民是怎樣 我們是 是不值錢 還是什麼 還是選票要拿走了之後呢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不管我們 所以這個是 是這樣嗎 就是說你民主政府的選舉之壞 可是我們的技術官僚其實是沒有輪體的 對 那變成是 沒有輪體 他不能用 他不能夠在這個聘任上面 他不能去做調整嗎 可以調整 是啊為什麼不能調整呢 你必須要依賴他們 是 因為只有他們而已喔 因為只有這些人可以用啊 你隨便這個職缺幾支等 全國就那麼幾個人 你要調到 當然你可以調到好的 可是專業的又不一樣 是 第二個有很多 你怎麼可以從外面調進來 你要從我們這裡面生 嗯 所以就會有很多所謂的基席啦 這個基席實在是已經太多太多年了 我相信也不是 但是為什麼他 因為他是首長 其實很多 在公務機關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底下的人 他可能也知道 也想反抗 嗯 可是他礙於他的 考基斯他打 他可能也不敢講 你說這絕對是一個局長可以押的 那就在檢舉嘛 說要的專線 來 為什麼 才有爆料 才有機會 翻掉整個系統 甚至要長期的跟肩 你看看那個什麼 基隆海關 對啊 從第一關的海關官員到 關稅總局的局長 全部都收會 對 那你叫他這個機關裡面 怎麼可能有人出來 就爆料嘛 對 要靠別人 是不是 要靠機關外的 相關的管理 相關外的監督 好 那這官僚心態改變 一時三刻改變不了 那我問你 那這個法律上可不可以約束 這個到底他有沒有構成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代呼 代賭職的罪 有沒有 欸 各位 親愛的聽眾朋友 我們在刑法上面有一條叫做 廢池植物量成災害 對不對 這個刑法是民國二十幾年定的 當時就是因為有一些 二十幾年 其實就我們當年其實是嚴刑峻法 然後 尤其對官員 所以你會發現公務員罪章非常的多 是 只要公務員做什麼什麼 一堆 可是這一條 我自己目前的經驗好像還沒有 在我國的法庭上面 是 真正被適用 甚至就是天災人禍的那些 很少成為論罪的依據 有嗎 大概 有權利嗎 沒有 倒 好 打開就倒 以前排風啊很嚴重啊 都是用這條起訴啊 說你怎麼 沒有關水閘啊 沒幹嘛什麼的 這條成立的機會都是零 零 但是他都構成另外的罪 比如說你有因為什麼什麼原因 公務員服務法啊 或其他的法 你真的是 因為這個你說SARS SARS當然就是天災 傳播 你也不能說 誰誰誰 是廢池之物尿神災害 那同樣的你也很難講 因為他現在 雞肢被撲殺了 那那個災害是什麼 災害是 你跟我還沒有被傳染 因為還沒有 還沒有人傷亡 對 所以沒有災害 對啊 人壓就壓 所以 要成立這一個 沒有傷亡就沒有災害 結果 要出來 廢池之物 尿神災害 災害要出來 我們現在看起來好像 還沒有災害 可是以前那個有什麼水電 水閘門沒關或幹嘛的 然後也是有傷亡啊 台風或幹嘛 國培樣另外的 然後不是 然後那個 好像也沒有構成這一條啊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就說 那頂多過濕嘛 所以沒有個人故意的 然後原因是說什麼 說突然間的那個 驟降的雨量 瞬間雨量太大 所以 不是你去關水門就可以把它 對對對 所以我沒有關也沒有關係 呵呵呵 你的人力也沒有辦法到那裡 因為你去那邊也會淹死 好 所以 黃珊珊名義代表 台北市議員 黃珊珊律師 又是名義代表 又是律師 所以我們對這種事情 這種新聞就看看就好了 對不對 其實這就是 算了 就他的英國關係還沒有出來 對 第二個就是他中間 因為真的要尿神災害 他可能還是會有其他英國關係的中斷 就不單單是這個人 嗯 就我們 各位 各位我們今天本來要跟 邀哥聊一下法律上的邏輯 要要要 特別強調一個就是 嗯 大家常常說 欸我這樣可不可以請求郭培 對 第一你要有因果關係 什麼叫因果關係 就是有這個原因 一定發生這個結果 嗯 可是中間比如說你車禍 你送到A醫院去 嗯 最好送到B醫院 那B醫院死掉了 嗯 那你說A有過失 B也有過失 對 可是A的過失可能他只是 欸治療沒有治療的好 但他沒有注意知道他自死 嗯 所以常常很多國培的案子 還有各位朋友去告人家的一些案子 為什麼會不成立 你會常看到法院的判決是 嗯 沒有相當的關係 對 也就是說 今天這個 就算有禽流感的爆發 這些機支也都傳染了 對 但是這個病毒還沒有釀成其他的危害 嗯 所以可能就沒有所謂的相當因果關係 是 所以即使這個他可能只是失職 他 而且廢池植物釀成災害 又有一個重要的關鍵叫做故意 通常一般人不會故意廢池植物去釀成災害 可是 正常來說不會 頂多過失沒能力 不等於他有故意 都會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 傲慢 那我問你 傲慢的這種官僚席氣 那也不是故意展現的 是啊 那是自然的 嗯 哈哈 我們的官僚 很傲慢 那是很自然的 那不是故意的喔 那是自然的展現的 就像你看到他發生任何事情 你會看到那個機關第一時間就出來說 啊沒那件事 欸對對對 那真的是自然的 那不是故意的 黃珊珊 欸 這怎麼會是 這怎麼會沒有故意在裡面呢 你看他傲慢 他傲慢一定是故意的嘛 而且他可能 他知道會可能發生這個結果 對啊 而且他可能是故意習慣的 這個故意呢 已經變成習慣了之後呢 我們就叫他是習氣嘛 可是他是故意的啊 怎麼可以說他是 他沒有故意呢 他就故意你看 你檢體送過去 他才把你退回 然後很傲慢 他認為說欸 你們在玩政府啊 甚至認為這個人是來找查的 是你還找查 你吃飽太贏了 對不對 這種就是故意啊 你這當官的人 當民眾跟你做這樣的陳情 而且把檢體都送來了 GPS座標都送來了 那你還說你在玩政府 而且在哪裡 哪個機場 是不是都講了嘛 那你這樣子 你還說這樣 那這樣我就很擔心 那我們的民眾會不會說 啊 沒辦法啦 現在如果要去找建物 那不如自力救濟 把它潑上網還比較快 然後大家 一定要給大家呢 開始呢 集合大家的力量 開始人肉搜索 然後呢 才有政府才走一步 這樣的政府怎麼會進步呢 馬英九應該 應該不是這種人啊 我相信這也不是 馬總統一個人可以做 長久以來的積累 所以重點是 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會說 政府換人了 政黨輪替 但是為什麼會 大家看到政黨輪替的時候 對 這些人其實是沒有動的 但是第二個 政黨輪替造就了他們 一個什麼呢 一個只要會 拍好馬屁 對 官位就永遠保住 政治正確 你會發現 從我們自由政黨輪替以來 我們反而造就了一些 馬屁工很厲害的 守著